各位好,我是彭慧珊 港股在星期一的走勢非常弱 主要是外圍的因素 包括美股方面整個走勢上星期五進一步下落 再加上內地方面終於需要減參考利率 反而內地方面的經濟是非常弱的 亦需要再進一步推出一些寬鬆措施的機會 就這樣看來講,美股在這段時間到聖誕節 相信整體走勢都比較偏弱 現在來說,大家都在擔心Omicron的病毒 會令全球的供應鏈進一步收緊 令到整體物價再進一步推高 令到大家可能在一個更短的時間 會面對通脹同時間的經濟收縮 在這個通縮情況出現的時間 大家可能的投資情緒都會偏向一個比較體淡 令到港股來說,在星期一下再進一步下跌 跌穿了23000的水平之外 亦都差不多去到一些低位收市 全日來說,收市的時間跌了447點 跌幅達到1.93% 恆指來說,收市日報是22744點 至於國指來說,跌幅達到2.1% 恆心科智來說,跌幅達到3.2% 總觀看回今天的成交,不算太多 是1,247億 但是在這個叫做自日氣氛的籠罩下 其實有1200億的成交都屬於一個比較高的成交額 而且亦都加上恆指來說 在今天的收市水平 亦都跌到今年全年最低的收市水平 顯示著現在來說,整個的港股氣氛 有機會在節日的時間 上一步是轉淡的 始終來講,看到恆指有高位一直跌下來 我們都說,整個恆指的結束形態 就處於一浪,低於一浪 原本之前大家在寄望著一些見底的支持位 都老陸就這樣失守了 在之前整個升浪的回調幅度61.8% 24975點這個水平 最終在失守之後 我們也在外圍市方面轉淡之下 唯有繼續進一步在官網向下的形態 因為現在回看,2020年9月的時候的低位 所以24125點這位 最終來講,沒辦法站穩 我們都會寄望在短期裏面 繼續有進一步向下的機會 投資者可能都需要在現在這個時間來講 是前保態 整個的恆指在逐一步向下的情況下 有機會最終跌下去 因為去年3月的時候 剛剛好,喬生公的熱症在內地爆發 而令到港股跌到最低的水平 當時的低位是大概21,139點 現在整體走勢 只會有機會向這個水平逐步進發